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巴黎奥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话题 中国针对美国田径运动员的反击行动 以回应其游泳运动员遭受的禁要指控 中国反兴奋纪机构呼吁对美国田径运动员进行更密集的检测 并质疑美国反兴奋纪机构的处理方式 这一举动得到了中国政府控制的国家媒体的强烈支持 他们抱怨对中国运动员的双重标准 随着中国在巴黎奥运会上赢得多枚游泳奖牌 美国游泳传奇人物迈克尔·菲尔普斯和英国游泳运动员亚当·皮蒂 也对此发表了意见 支持更严厉的制裁措施 这场中美之间的禁要争议持续发酵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2024巴黎奥运特别节目 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聚焦一则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 来自CBC Associated Press 以及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多家媒体 关于中国与美国在巴黎奥运会期间的禁要的争议 近日 中国针对美国田径运动员展开了反击行动 作为对其游泳运动员面临持续禁要指控的回应 中国反兴奋剂机机构在新闻发布会上 呼吁对美国田径运动员进行更严格和频繁的检测试验 并提及了过往的一些禁要丑闻 质疑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在处理禁要问题上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这种反击不仅仅停留在反兴奋剂机构层面 更得到了中国国家媒体的广泛支持 官方媒体抱怨西方媒体对中国运动员实行双重标准 并强调的中国游泳选手在巴黎奥运期间 接受了超过600次检测 未发现任何违规行为 然而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国际游泳联合会曾承认 在东京奥运会前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禁要检测结果呈阳性 而这些结果直到今年早些时候才被媒体披露 中国方面解释这些阳性结果是由于食物污染所致 两个国际机构也接受了这一解释 在细节曝光后 根据美国2020年通过的一项法律 联邦当局开始对这些禁要和掩盖行为展开调查 法律赋予了美国执法部门调查国际体育禁要问题的权利 这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 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 中国奥运代表团团长向他的美国同行表示 中国希望美国停止旗 长臂管辖 确保未来的洛杉矶和盐湖城奥运会可以顺利安全进行 焦点进一步集中在美国短跑运动员埃里扬 奈顿身上 他在三月的检测中也出现了禁要阳性结果 但美国反兴奋级机构表示 仲裁小组认定这是由于食物污染 使得奈顿得以继续参加比赛 这一事件也激起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运动员的强烈反应 中国在巴黎奥运会上赢得了12枚游泳奖牌 包括在男子四乘以100米混合泳接力赛中获得金牌 结束了美国在这一项目上的数十年统治 中国游泳运动员否认任何作弊行为 而美国游泳传奇人物的迈克尔·菲尔普斯 则呼吁对任何禁要阳性结果实行更严厉的制裁 包括终身禁赛 英国游泳运动员亚当·皮蒂也批评了 允许禁要阳性运动员参赛的制度 从不同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展现了复杂的国际体育政治和禁要问题 首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面对持续的禁要指控 中国选择了反击策略 这不仅是为了捍卫中国运动员的名誉 也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体育界的质疑 中国反兴奋剂机构和国家媒体的共同发声 显示了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立场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尽管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对那顿事件做出了解释 但这并没有平息国际社会的质疑声 美国在加强自身禁要检测系统的同时 也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和质疑 特别是作为即将主办未来两届奥运会的国家 美国需要在国际体育界维护其公正和透明的声誉 从国际体育管理机构的角度来看 世界反兴奋级机构和国际游泳联合会 在应对禁要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也受到了多方关注 接受中国方面的解释 显示了国际组织在处理国家间禁要争议时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这不仅涉及技术问题 更涉及国家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此外 从运动员的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声誉带来了重大影响 无论是中国的游泳运动员 还是美国的短跑运动员耐顿 他们都在禁要指控和解释中挣扎 运动员的清白与否 不仅影响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 更关系到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未来的职业发展 总的来说 这场禁要风波不仅仅是一次奥运会期间的争议 更是体育界在面对禁要问题时的一个缩影 在未来 如何在保证公平竞争的前提下 制定更加公正 透明和有效的反兴奋纪政策 将是国际体育界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感谢您收看本期2024巴黎奥运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 并为您带来更多深入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巴黎奥运期间 中国对美国田径运动员展开了一系列反击行动 以应对其游泳运动员面临的禁要指控 这一争议源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世界游泳联合会 在东京奥运会前检测出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阳性结果 这些结果直到今年早些时候才被媒体报道出来 中国方面辩解说这些阳性结果是由于食物污染 然而美国根据2020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展开调查 这项法律赋予美国联邦当局调查体育禁要和掩盖行为的权利 中国反兴奋剂机构和国家媒体强烈质疑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处理方式 指责其对中国运动员实行双重标准 北京方面呼吁对美国田径运动员进行更密集的检测 并指出过去的一些禁要丑闻 强调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期间接受了超过600次检测 未发现任何违规行为 在这次争议中 焦点集中在美国短跑运动员埃里扬·奈顿身上 奈顿在3月份被检测出禁要阳性 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表示 这是由于食物污染允许他参赛 这一处理方式进一步激怒了中国 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运动员 他们认为这是美国的双重标准 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 共获得了12枚奖牌 其中包括男子4乘以100米混合泳接力金牌 结束了美国在该项目上的数十年统治 美国游泳传奇人物迈克尔·菲尔普斯 呼吁对任何检测出禁要阳性的人实行终身禁赛 英国游泳运动员亚当·皮蒂 也对允许检测出禁要阳性的 中国运动员参赛的制度表示不满 认为这有损体育荣誉 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 中国奥运代表团团长向他的美国同行 表达了希望美国停止旗 长臂管辖的 意愿确保所有国家的运动员 能够顺利安全地参加 2028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 和2034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 体育赛事中的禁要问题 不仅仅是运动员个人的行为 更涉及到国际政治和国家间的较量 禁要问题的处理方式 国际间的合作以及透明度 都将成为未来体育界面临的重要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美国又来扮演世界警察了 这次是体育界的长臂管辖 中国游泳运动员 已经接受了超过600次检测 结果都是干净的 这些指控简直就是笑话 比起美国在20世纪末的禁要丑闻 真是小屋见大屋 楚天书 别急着笑 别忘了东京奥运会前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可是被检测出禁要阳性 只因食物污染这样的借口就能过关 美国可没少遇到类似的问题 难道双重标准只针对中国 搞笑的是 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还在抱怨别人指责 反而是自己在玩双重标准 哦 谢琪琪 这就好笑了 你知道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田径吗 你们的明星卡尔刘易斯都被曝出使用禁要 而且还被掩盖了 我们只是要求公平对待 如果美国自己都掩耳盗铃 那何来资格指责别人 以及那些检测结果出来后 中国的运动员都没有违规参赛 这才是真相 楚天书还扯到卡尔刘易斯 是不是有点过时了 现在可是21世纪 体育界应该进步 而不该停滞不前 耐顿的事件 已经经过仲裁确认是食物污染 没人掩盖 反观中国 这么多年来一直有禁要问题 这次12枚奖牌中会不会也有猫腻 美国要求透明检测 怎么就成了长臂管辖了 哈哈 谢奇奇啊 明显你们的透明检测是有选择性的 就像你们的中情局一样 说一套做一套 中国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的12枚奖牌 都是公平竞争的结果 如果你们不服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个全球运动员大检测比赛 看看谁的成绩更干净 爱说别人 不如先管好自己吧 楚天书 你这话说得好像全球运动员大检测 就能解决问题 不过既然这么有信心 那是不是应该支持更严格的国际检测制度 如果真有信心 那就别再找借口推卸责任 体育竞技是要公平 大家都应该接受同样的检测标准 美国检测自己运动员的时候可从不手软 这点中国能做得到吗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录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6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些东西 我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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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传